大家好,我是小孙,今天给大家讲柬埔寨十万瑞尔纸币 这张是在2012年发行的面质为十万瑞尔的流通钞 尺寸为170x77毫米 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片面设计 正面主体为西哈诺克夫妇 然后左侧中间为柬埔寨国徽 然后其中的建筑物为吴格窟 然后建筑物上方为八脚风车 中心的宝剑象征着王权 棕榈树叶象征胜利 然后两侧为狮子托举着五层滑盖 五在柬埔寨风俗里象征完美吉祥 下方受待以高棉语 树有柬埔寨王国之国王 然后正面左侧下方为九头蛇神 柬埔寨是信仰蛇神的国家 传说五头蛇是水神 七头蛇是保护神 九头蛇是王族象征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背面主体为西哈摩尼国王登基时的场景 然后右侧为加鲁达 它是神话中的一种巨鸟 是主神匹师怒的坐骑 然后佛教吸收此鸟为天龙八部之一 即大鹏金翅鸟 也有收藏家说 把这张当作西哈摩尼国王六十周岁流通纪念朝 有些柬埔寨的流通朝 很多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流通朝 克劳斯分类有时候都不准 但是这张确实很漂亮 可能是在我收藏的 柬埔寨的流通朝当中最漂亮的一张 我特别喜欢这张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